当然我要选择里面啦 我就把它删掉 就可以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Tris 我是Jason 欢迎来到SER IP Studio 相信大家在上个影片 已经掌握了如何使用AI的Clipping Mask功能 这一期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Photoshop的Clipping Mask OK好 我们就看一下这两个设计 那上一次呢 我有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那个AI里面的Clipping Mask所创造的设计 那这个呢有点不同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 这个人他很复杂 他有很多很多的shape 然后他有衣服的那些皱褶这样子 所以他会看起来很复杂 然后这个也是 就是他上面有这些酥的感觉 这样子 那这些这么复杂的功能呢 你不可能用像AI的那个方式 用那个Pen Tool 一个一个去描绘那个Detail 然后你再把它Clipping Mask起来 那么你会花很长的时间 所以通常这种比较复杂的呢 我们就会用到Photoshop那边去做Clipping Mask 嗯 比较more to design那边 对 这样子 这些就是我以前我所说的Effect的感觉 嗯 嗯 OK 首先我们就打开我们的Photoshop 创造一个新的File OK 什么Size就取决 看一下你们是用Add还是什么啦 我这边就创造一个A4Size 然后我们要先打字 比如我们要做第一个 刚才那个有一个J字 然后 然后有一个人的 OK 我们就 选我们打字 按T 就是打字 OK 然后 比如我们今天要 我要做一个Yoga OK 我就打一个Yoga的字 然后放大它 大概是这样 然后 可能 想要Phot一点点 Core一点点这个字 OK 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把我们要的照片放进来 OK 比如说 我这边一定有 弄了几个Yoga的那种人的照片咯 我就把它放进来 OK 这里就有四张照片 那我先做第一个 可能就 选这个 然后 放小一点 可能 然后把它放在这里 它站在这个Y上面 哦 OK 放大一点 所以我把它站在这里 OK 然后呢 我要把它Mask进去 要怎样做呢 它跟AI不一样的地方呢 就是上次我说 照片呢 是要在 那个 形状的下面 然后在Photoshop这里 不同的呢 就是 照片要在形状的上面 嗯 OK 所以这个Layer 是照片 然后这个是我刚刚的那个字 所以我要再把 这个 图片要在字的上面 OK OK 然后要怎样把它Mask进去呢 我要把这个人 是做进去 在这个Y里面嘛 所以可能这里我要平的 然后可能我不要这个手 我要这个手而已 跟这个脚而已 OK 我要怎样呢 可能我放过来一点 然后这里你要注意的 这个 Logo的 代表就是 Smart Object的意思 就是 你可以再重新的去编辑它 可是我不需要这个功能 所以呢 我就把它Release掉 OK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Layer 然后这个字也是一样 我要把它变成Layer 也是这样子 OK 它就变成一个Layer Layer就是 我不能再改它的字 OK 然后我要把它放进去 So 照片在上面 Shape在下面 好 然后就Right click 然后就去到下面这边 有一个叫Create Clipping Mask OK 按这个 它就在里面了哦 所以我要它的手 还有可能这个脚 这里已经对了嘛 它平的 OK 然后我就要 选这个 Shape OK 然后就放进这里 然后我要插 用这个 用Brush B 是Brush 然后就 涂 这个脚 哦它不是用Layer 来插 嗯 现在是我要 Fill 那个东西出来 它跟以前那个 黑色白色那个不一样 哦 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功能 这样子 OK 这样我就看到有一个Y字 这样子哦 OK 那个人是在这个Y字里面的 OK 可能我做多一个这个 OK O O字 OK 把它放小一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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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像不是说 可能这一步吧 OK 这个人就坐在这个O里面 嗯嗯 OK 我要它的 这个 这个屁股这边 是在这个O里面的 OK 然后一样 Release 掉 Restorize 然后 把它 然后这里不需要再做第二次了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Layer OK 按着 按着 然后Drag 下来这个箭头里面 它就会进去了 OK 它就在这个O里面了 然后 OK 我要它的头 是出现的 所以我就选择这个Layer 然后 就 图 在这个Layer 这边图出来 OK 一定要有那个虚线出来 嗯 我要Select 它的Shape 然后我图出来 这样子 OK 这样子 所以它的 皮股 就坐在里面了 OK 就是这样 嗯 OK 然后就有两个这样子的 然后可能做这个G的话 是一样 OK 把它放小 OK 可能我要把它放在这里 嗯 就是那个角 对 这个弧这边 OK 然后我不要这个角 OK 然后放对了位置 再小一点点 让它刚刚好 在这个弯这边 OK 一样 Pesterize 掉 然后把它 拉进这个Layer里面 OK 它就在里面了 可是我想要它的这个身体 这个美美的身体 OK 一样选这个Shape 然后 就涂在这个Yoga的这个Layer上面 OK 就把它涂出来 你选那个Shape的时候 你有按Command 没有啊 嗯 嗯 怎样选这个Layer呢 就是按着Command 然后 按Command 然后这边就会有一个虚线 你看你的手 Mouse 这里 就有一个虚线 然后按这个Layer OK 就选这个Layer OK 然后就在这个Yoga 这个Layer这边 Brush 它的 你要我的地方出回来 嗯 大概是这样 然后可能就有一个 一样的方法 把它拉进这个Layer里面 然后Command 选这个Layer 嗯 然后就插可能 我要它的头回来 嗯 可能这里 然后 然后可能要这个这样 嗯 OK 这样子 OK 然后那些人 那些人就会在这个字体里面 OK 这就是Photoshop的Clipping Mask 嗯 它不会像 那个AI 对 如果是AI的话 可能 你要这个手 你就要用你的Pen Tool 然后这样去Trace 你的手出来 然后才可以Clipping Mask 它就会比较麻烦 通常这样复杂的呢 我们会在Photoshop做会比较好 我们的Reference 第二个这个东西 你看它的Shape 像最上面这里啦 它是萌萌 然后是一个背景的图片嘛 嗯 那我们要怎样做这种感觉呢 嗯 那我们要怎样做这种感觉呢 我们就在这里一样开一个新的 可能我们一样打一个号码 9号 OK 然后放大大塔 好 那我们就找一个风景的照片 OK 这边 就一个山的照片 嗯 然后把它放进去里面 一样我们用刚刚的那个方法 把它变成普通的Layer先 OK 然后把它Mask进去 OK 它就做在这个9号里面咯 嗯 然后我想要它最上面是这个3的形状 那我要怎样做呢 我要首先要把这个3给Crop出来 一定要 因为它有shape 然后很明显 它有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 所以它不像刚刚 呃 那一个呢我已经是 呃 事先已经Crop过了 的 那Crop也是一样 要用Pen Tool 这样子去Crop它 这样子 OK 好 我们就有了这样子的一个shape 然后 你看我不是把它Mask在 呃 把这个Selection 放在里面 我们是放在外面 其实就是我要把这个天空丢掉 OK 我就按丢掉 然后呢 这边呢它还会有 那个本来的 我的Layer的颜色嘛 嗯 对有一个米色这样 然后我不要 我要有这个3的颜色 所以呢我就是选回这个 然后在这里呢 我就用Eraser 嗯 很容易的就是 用Eraser 插它这个 哈哈哈 OK 当然我要Select里面啦 OK 我就把它插掉 就可以了 OK 呃 就这样简单 然后再弄一些Burl 很漂亮的 对然后就可以加一些 可能设计啊 这样子 就是这样 好了 相信大家都了解 Kipping Mask在AI 和Photoshop之间的差别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记得一定要按赞订阅 及分享 还有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